本地组屋区将出现更多新型的户外健身设施 它同现有的健身角落不同 能够让更多的公众使用 包括小孩年长者和残障人士 一些新的户外健身设施还安装了儿童游戏健身器材 鼓励儿童多运动 来看记者李嘉宜的报道 玉朗西第153座组屋旁的这个户外健身设施 上个月其开放给公众使用 设施旁列出了各种健身姿势的指导图像 只要用手机扫描图像的QR码 就可以观看视频学习健身 这个户外健身设施 不论是小孩年轻人年长者或者是残疾人士 都可以使用 而这些看似大小相同的哑铃 实际上重量却不同 有3公斤 6公斤和9公斤 公众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 选择适合自己的哑铃来健身 而在五级八都祖屋区新安装的这个户外健身器材 则可让小孩在运动的同时也能玩游戏 这个SPIRUS不需要外部电源靠着小孩子产生的动力来操作 非常地环保 还有个灯光感应器 所以到了晚上会非常地安静 不会朝到左铃右射 接下来我们会为小朋友设计一个专门训练上半身的攀爬游戏 超过10个祖屋区 包括壁山 后港 乌兰等 以及巴西利 大巴窑等体育场 将在这一年里设立这类新型户外健身设施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嘉宜报道